亲爱的徒儿,你还好吗? 好的,各位前贤,大家晚安,大家好 感谢天师的学生师母大德 也感谢各位前贤,大家一起来共同学习 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上的这个卦是一卦 其实这个卦是非常重要的一卦 怎么说呢?因为它就是要让我们活得健康又快乐的一个卦 而且最好是长命百岁以上,一样天年 那这样子的一个卦,它透过六个窑来跟我们谈 然后传统的《易经》讲的不清楚的地方 刚好祭佛在百洋义里头跟我们做了很好的补充诠释 变成它是跟身心灵三方面都有关联的一种养生 那这个卦就是在教我们如何做好身心灵的养生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这个一卦怎么教我们做好身心灵的养生 先从它的卦象来了解 这个卦象我们从这六个窑刚好来看 它是上面有一个羊窑下面一个羊窑 中间都是阴窑 四个阴窑在中间 上下各一个羊窑 这样的卦象很像人的嘴巴 这是两腮上下两腮 然后中间是牙齿 所以它是一个嘴巴的销形卦 那嘴巴是用来干嘛吃东西吗 跟讲话 所以这个卦它是从吃上面来谈养生 也从讲话讲话要一言注意兴邦 一言注意上邦 有时候祸从口出病从口入 这其实也跟养生有关 然后它的卦象上面是更是山 下面是正是雷 所以叫做山雷 它同时也是一个行身卦 就是说山里面打雷 山里打雷 是什么意思呢 就好像人吃东西的时候咬东西会有声音 那个花出声音来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行身卦 好 所以刚刚讲到这个卦 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嘴巴的形状 叫做典型的销形卦 像个嘴巴 像个嘴巴 上下两个羊窑就像嘴唇两腮 中间四个阴咬 就像整排的牙齿上下牙齿 然后既然是嘴巴 那就是一个吃东西的象形 那跟吃东西有关 就是我们说病从口入或从口出 那就是吃东西要小心 讲话要谨慎 所以这个卦的意思也是这样子 它既然是跟嘴巴有关 所以具体来说 话要少讲 讲话要谨慎 才不会有口舌之灾 吃东西要谨慎 而节制 小心不要吃坏肚子 所以这个卦 它就是谨慎节制 其实这个就我们讲的叫做养生 养生就是跟你吃东西 还有讲话当然也要小心 不然惹祸上身 也有可能因为讲话造成的 好 所以这个卦再讲一个移养之道 移养之道就是 这一卦的重点在于守正 激进为急 就多看少吃 多听少说 然后这样子作为修身 作为养生修德之道 然后这个卦上面三个窑是正 是雷也就代表动 那属于动的正 它是在下 上面是山下面是雷 所以下面的三个窑 是属于 属动就是正 正就是雷 那它是属动 所以下面三个窑全部都是雷 然后属于静的是上面三个窑 全部都是急 静就是有所停止有所节制 正就是动 动就是说不知节制 拼命的吃这样子 那就会有雷 这个问题发生 好 那所以我们的传统易经 这个卦就是告诉我们 吃啊 东西要小心 讲话要小心 谨言慎行 这样 那这个跟养生 当然有蛮大的关系 所以这个移卦的重点 就在养生 那传统易经都以养生为主 所以身体的身为主 就是重是吃的 这样子 当然养生也包括身体要动 要锻炼 这些都是跟身体有关的 养生 但是白羊液呢 它是重在养心 养心 所以现代医学证明 身心灵的健康是同等重要 所以我们白羊液是比较重视 心灵上的健康 所以养生之道 手重养心 心灵健康 身体就健康 好 所以我们 在整个白羊的卦系上来看 宜卦摆得很前面 它是在身卦之后 意思就是说 一个人不断的向上提升 在努力嘛 在努力 在努力的过程当中 也要注意身体 要懂得养生 养生不是老年人的事 其实从少年 壮年都要记得 都要注意养生 那养生跟养心 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身心灵的健康 是心灵的健康 是身体 身体健康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那心灵的健康 要懂得修德 一个有德性的人 心灵就很健康 修德呢 就要多付出爱心 所以 白羊义到最后 告诉我们 最佳的养生 最好的养生 就是六个字 叫做犯爱众和亲人 原来这个弟子龟讲的 犯爱众和亲人 也是一个最好的养生 这个意思 好 后面会再来详细的谈这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看传统益经 告诉我们的这个仪卦 他说 仪真吉 观仪自求口实 担曰仪真吉 仰政则吉 观仪所养也 自求口实 观其自养也 天地养万物 圣人养贤 圣人养贤 以吉万民 宜之十亿大以哉 相曰 三下有雷 宜 金子与圣养 解饮死 好 这里面呢 讲到 养生要懂得养正 正就是 符合金子正道 也是正正当当 这个养生最重要就是 要符合这个 要有道 养生有道 道就是跟天地间的道理要相合 养生之道要跟天地的道理相合 叫做养正 另外呢 也强调说 养贤 甚至呢 还要能够 以吉万民 所以这个就是 还要培养人才的意思 养贤 除了自养还要养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挂词呢 真吉官宜至求口实 就是说一挂讲生命的遗养 这个叫养生 养生呢 要符合真吉 真就是金子正道 叫做真吉 也就是说 能够遵行金子的正道来养生 这样子就会吉祥 叫做真吉官宜 真吉 就是真吉 那官宜呢 官宜就是看人家 怎么养生 吃什么 怎么养生 就跟着人家 来吃什么 来养生 这样子其实是 不好的 不如依自己的实际情况 来讲求养生 叫做自求口实 自求口实 就是根据自己实际的情况 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 就像生病的时候 同样是流行感冒 吃的药也不会一样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 养生也一样 所以在整个挂词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要遵行金子的正道来养生 第二呢 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讲求养生 这样子 那后面的解释 宜真吉 养生则吉 所以根据君子的正道就是养生 所以这里就有包括养心的部分 因为心术要断正 那就是要符合这个道 要有德性的修养 然后要符合仁义道德 这个就是人的心要正 做人的道理要做好 那要走金子的正道来养生 这样 所以这里面其实金子的正道来养生 就包括吃要天然一点 不要违背这个天地的好生之德 杀生 杀生就是把这个有生命东西抓来杀了 然后煮来吃 那这其实是很残暴的 对这些被杀的东西来讲 有生命东西来讲 所以这里的养生其实是 它含有就是说 应该以天地无骨 这种比较不要伤生命的这样的方式 以大自然的这种 天地无骨来作为养生是最好 不要尽量不要杀生 这里养生则吉 好 再过来观疑的意思就是说观其所养 看到人家怎么吃就跟着人家怎么吃 来养生是不好的 应该自求口实 自求口实叫做自养 自养就是说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养生 每个人的身体体质啊 每个人的身体体质啊 状况啊不一样 所以有人啊 可能阳气比较盛 火气大 所以他就要有降火气的 有人因因虚 所以因火上升 吸火上升啊 所以他就要用另外一种方式 虽然同样火气大 但是吸火跟养火就不同 所以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在养生的过程也会不同 所以这个叫做观其自养 然后在进而推而广之讲到圣人 圣人不只是养自己 叫做自养 他还根据天地万物来养 所谓的圣人养贤 以及万民 所以仪之十亿大仪才 哇原来仪的意思这么重大 关系到圣人养贤 养贤就是要做好传承 培养人才的意思 你培养出好人才 那万民都会得到幸福 等于说圣人在养万民一样 养贤养万民 相曰 三下有雷 宜金子宜 宜圣言宜 皆宜 按照孔子的说法 这个卦最终要 金子要学的是六个字 从这个卦要学六个字 叫做圣言矣 因为它是一个嘴巴的销行卦 那嘴巴就是讲话 讲话就要谨慎 那就是圣言矣 然后嘴巴还吃东西 吃东西饮食嘛 饮食要有节制 所以节制饮食谨言圣行 那这个就是从这个衣卦 我们要从这当中 学会这六个字 那谨言圣行 还有节制饮食 这里的节制饮食 应该说不要暴饮暴食啦 不要尽量吃一些天然一点 比较健康的 然后 对营养身心比较有帮助的 好 那再来我们就要看看 我们季公老师怎么讲这个卦 这个是在民国75年 碎事丙颖午夜初九 地点在台湾新北的土城 先得佛堂 那季公老师在三十 哇 这个一百一十年 三十五年前 然后来批了这一篇 其实他是同时批了三个卦 除了三雷仪 我们下次还会讲三地波 再来讲丰则中辅 他总共批了三个卦 在民国75年5月9号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三雷仪 好 这个卦的重点 重点有养心 守重 这个要泰而无交 另外呢 身心灵的养护 身心灵的养生 还包括要亲人爱众 你说养这个灵要怎么养 灵性怎么养 就是身心灵的照顾了 调养最重要要有爱 亲人爱众 那这个泰呢 就代表那个心情很好 很舒泰 那我们的白羊义 这边会跟我们谈到的 包括孝顺很重要 还有值得宏道也很重要 这个跟养生会有关系 所以季空老师跟我们讲的比较丰富 整个仪卦很清楚 就是包括身心灵的调养 他身的部分讲的比较少 主要是着重在心灵 因为身的部分是传统译经 传统的周译讲了很多 心的部分呢 跟灵的部分就变成白羊义来讲 好 我们来看看 所以这边讲到 人贤太而无 有德今子人贤太而无交 你一行之信以基础 行眼至而登高以悲 犯爱众以亲人 这个卦 第一个字跟最后个字 信中信 也就是他的卦词 都是人 可见这个卦 讲养生 他比较重视的就是那一种 仁爱的发挥 要涵养这个仁爱的心 因为发挥这个爱心就是 身心灵里头的心跟灵 这两个的 调养是最好的 就是他 因为爱本身呢 现在根据大卫霍金斯 他们所测出来的能量值 爱的能量值有五百 非常的高 所以这个用人开头 人结束 就代表正能量 用正能量来养生 好 我们来看 他说一位有德今子呢 首重身心康泰 心存仁爱 以气除骄傲 就是人贤态而无交 行事依礼合意 藏宝太和 这个就是 人贤态而无交 礼意行之 信以基础 行事依礼合意 藏宝太和 就是 就是 养生的过程最怕就是 脾气不好 常常花脾气 常常情绪 闹事啊 这样子 用情绪去处理事情 把事情弄得很不好 这样 然后 这个 涵养太和 就是 把我们的情绪管理好一点 离异和为贵嘛 然后生活饮食要遵行天地运行的法则 这天地运行的法则是跟人的身体气血 身体气血的运行相符合的 这我们后面会讲 而且养生要从自己的生活做起 不好高骛骛 就是每天都要生活嘛 所谓的养生就在生活中 养生不是靠吃补品 养生也不是吃山珍海味 吃得很有营养 其实那个都是文明病的由来 吃太好 那个就是好高骛骛 以为 吃补品啊 吃维他命啊 吃什么 有营养的东西就可以养生 其实出茶淡饭 那自然一点的 天然一点的 反而是养生最好的方法 所以从生活起机做起 尤其要能够犯爱重而亲近仁德之人 这个是养生最好的状态 这个是养生最好的状态 就是犯爱重而亲近仁 后面会来谈 好那整个白羊义 它的谣词 就是说它挂词 会配合第一个谣词 第一个谣词初九 它第一行就是在解释它 第二行就是在解释第二谣 第三行就是第三谣 再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像这个第一行 那刚好六行 一二三四五六 下面就是六个谣 初九从这边开始 仁贤太吾五交初九 然后六二就是第二行 礼义行之 第三行就是第三谣 就是六三信以基础 六四行眼治耳 这个六五登高一倍 登高一倍 就从这里开始 然后再来犯爱重以亲人 犯爱重以亲人 所以阴谣就取四个字 阳谣取六个字 然后初九第一行解释 六二是第二行在解释 六三第三行在解释 六四第四行尊道众阳 这边在解释 六五是亲人爱重 这一行在解释 尚九就是 博爱犯重 这一行在解释 OK 我们再把这个讲一下 让大家了解 就这个 好 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 这六个谣 再告诉我们什么 好 这是传统的周易 初九十二灵归 观我躲宜凶 相曰 观我躲宜 亦不足跪也 好 我们先来了解这一谣 好 这一谣其实是在讲一个 基本的养生原则 因为通常 基础谣就是第一谣 那第一谣就是一些基本原则 好 那第二谣呢 是在谈一个 孝顺 是养生的一铁两谣 这个是白羊役 激光老师特别跟我们讲 就说在家里把孝顺做好 就会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 而且不止自己 这个孝顺的孩子是这样 前家人 父母亲 都会 因为有孝顺的孩子 父母亲会觉得很开心很快乐 那就可以多活好几年 长命百岁以上 所以孝顺是一天 养生的良药 再来六三 生活正常身体就健康 好 这是讲到怎么配合天地 运行的法则 好 就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就是生活正常 六四 如人能健康的节制饮食 就讲到节制饮食 有些人就嫌自己太发福了 想要减肥 那节制过头也不好 那都不节制也不好 所以怎么样适当的节制饮食 六五呢 花为仁爱 符合仁者受 这是孔子讲的仁者受 有爱心的人 寿命特别长 仁者受的养生 上九是最有智慧的养生 最有智慧养生就是犯爱中而亲人 好 好 我们现在就从第一个基本原则来谈 先了解一下周易怎么讲 他说初九蛇耳灵归 什么是灵归 以前那个乌龟都很长寿吧 所以大家就在研究 哇 乌龟为什么这么长寿 看到它静静的在石头上晒太阳 动也不动 也不出声音 哦 原来这样静静的静养 养心 养心 那灵归是因为乌龟很长寿 商代常常用乌龟的肚子那一块盔甲 来占卜 认为 越 长得越大 活得越久的乌龟是越灵 所以叫做灵归 那灵归的养生之道就是养心 养精神 很静这样子很灵敏这样子 所以静养 守静与续养自己的精神的灵敏 这个就是灵归 灵归舍耳 舍弃自己的灵归养生之道 叫做舍耳灵归 那这种养心为主的这种养生之道 不用 不去用它 观我朵鱼 却自己 贪图口腹之意 大快朵鱼 大家知道这个大快朵鱼是一个成语 大吃大喝 它就是从《易经》这个挂出来的 观我朵鱼这个朵鱼就是大快朵鱼 胸 所以这个药是不好的胸 因为它不重视养心 而且常常大吃大喝 那不晓得守住静养心灵之道 叫做舍耳灵归 它不晓得 然后呢 常常大吃大喝 甚至呢 吃一些不健康的东西 比如常常喝酒啦等等 交际应酬多 有时候就是常喝酒 那这些对身体很不好的 那大吃大喝容易得文明病 三高 然后生活不好的习惯 比如说喝酒抽烟等等这些 都会上升 所以这个就是凶 光我朵鱼不足跪 所以像这样的养生不足起 不足跪是不足起 这种养生之道很不好 只放纵自己的口服之意 拼命地吃 大块吃肉大口喝酒 这样子 我们都是很 对身体 会慢慢累积 一些不好的 对身体会伤害 好 再来我们看看我们的白羊义怎么讲 这个第一个谣 人贤太而无交 它的解释 知识人人悲谦耳 理处行之无交成 这是我们济佛在解 第一个谣 第一个谣 人贤太而无交 人就是爱心 太就是没有 心里没什么压力很舒态 无交就是没有这些骄傲的心 无交称 原来还有个称 交跟称 好 这在讲什么呢 这在讲养生之道 不是照着别人方说 而是要反观自己 由交称开始 骄傲称恨的心 因为心灵健康的最大杀手就是交称 有了骄傲称恨 那就会让心开始生病 影响到我们的身体 心如果病了 身体也会跟着病 所以那个是心灵的杀手 心健康的杀手 所以骄傲跟称恨心 负面能量很大 它的负能量很大 会让心灵很不健康 那身体也会跟着不健康 因为心不健康 身体当然就不健康 对志交称就是要谦卑 这是人人悲谦 然后还有礼 这个而礼出行之 就是谦卑跟礼敬 多涵养这样子 对身体就会有健康 就可以回到人太而无交 因为一个天公谦卑的人 就比较不会有烦恼 因为他比较不容易惹来敌人 然后做事情也会比较顺 所以身心就会比较快乐 所以这里的养生之道 它是重养心 然后有两个 一个叫太和 一个叫仁慈 因为谦卑就是谦和 就是涵养太和 然后人就是仁慈 那谦卑礼敬都是涵养和 因为离以和为贵 所以人不要乱发脾气的意思 然后尽量以仁爱慈悲来对人 你看大家有没有发现 修到多好啊 为什么修到人正常的情况 应该都是身体很健康 因为常常涵养太和 也充满了慈悲正能量 所以身体应该会很健康 所以这个谣呢 讲到传统的错误养生 就是说都拼命的吃 吃挑好的吃 而且大快多疑 然后呢不知节制 放纵食欲 那这样子是凶很不好 大吃大喝大进补 身体就会垮掉 暴饮暴食不健康 所以我们的白羊液 就告诉我们说 季工老师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养心之道 就是先把骄傲嗔恨心去掉 因为那是心灵的最大杀手 所以以养心灵最终的工作 就是把这个心 这种骄傲嗔恨心给去掉 透过自我还行 然后呢 用谦卑恭敬去去除 骄傲跟嗔恨 所以我们会听前嫌说 进到肠药种的感毛病气体器 原来感毛病气体器 还不只是修身 它还是养生的重要功课 养生的重要功课 好 第二个 孝顺是养生的一切良药 或许很喜欢这个药 这是季工老师教我们的 他说你要养生 把孝顺做好就可以养生 而且孝顺 养生效果最好 因为他不只一个人养生 不只孩子 孝顺的孩子养生 连家人尤其对父母亲 对老人家 是最好最好的养生 你说老人家怎么养生 有时候都不太容易走 身体年老力衰 这时候是靠孝顺的孩子 来做养生 帮他按摩 甚至陪在他身边 让他心情很快乐 等等这些 所以你看 孝顺 他真的是一铁养生的良药 我们先看看传统怎么说 六二 颠以伏经 他就开始在讲说 现在人错误的观念 叫做颠以 错误的养生观念 叫做颠倒的养生 就是只重养生 不重养心 反过来 养生的意思就是说 重是吃 要吃得好 甚至有的时候 我要运动 那等等这些 照顾身体 没有照顾心 不重是心 然后伏经 伏经就是 违背 这个常理 就是说 大吃大喝 或是生活不正常 或者是吃补品 用靠补品来养生 这种 这种就是违背常理 那 好比 这个基本的养心不做 却好高无言 以为吃补 就可以养生 拼命的吃些补品 那 这样子都刚好相反 反而一步一步走向凶险 所以这边 相耶就解释说 为什么他会一步一步走向凶险 因为师类 行师类 行师类 行师类就是说 他这种 做法是违背了 养生之道 师类就是违背养生之道 就是放纵饮食 不知节知 为了满足口腹之意 专门挑 好吃的食物 拼命的吃 所以不求养于心 只求养于生 这种人 会一步一步走向凶险 通常 求养于心的人 一定会吃的比较清淡素食 天然嘛 讲究天然 只求养于生的人 通常都是大鱼大肉 以为说吃这些比较有营养 或者是吃很多的补品 但是生活却不正常 靠药物 以为这样身体就可以 达到养生 其实这个都是 步一步走向凶险 好 我们来看看济佛怎么解 他说 你看在这里第二行 孝其亲 你跟你特别讲出来 就是说 不要浩高勿严 把孝顺做好 孝其亲者 以所自道 你看 然后呢 积德行礼无尽 好 这个呢 就是一个很好的养生 叫做 以养生心之道 在日常生活当中来做 所以要孝其亲 孝亲 孝顺父母 孝顺父母的人身心一定很快乐的 他也算是养心的好方法 因为孝顺就教人家爱 爱其亲 教人家静 所以要胸有地空 这样子 所以有爱有静 那这个就是养心 所以孝顺父母自然合一道 能弃除一个人的骄傲称恨 这些都会弃掉 有人很孝顺父母 还常常很骄傲很称恨 但不会 所以 如果一个人很孝顺 他就不会说 在那边作乱 孔子讲 其为人也孝涕 而好作乱者为之有也 才不可能 所以 就不会有这些骄傲成人 让人言行合一理 在居德行礼上受用不尽 所以季工老师教我们是说 好的养生 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有道 尤其在家要有道 父子子孝 胸有地空 这个是一种前家人的养生 不是只有一个人的 是前家人的 你看 一个孝子 带给前家多大的一种正能量 然后养生的能量 那就很强 好 所以这个六二窑 一开始的传统疫经告诉我们 颠倒的养生 会让一个人 一步一步走向凶险 因为子中是 大吃大喝吃补 然后等等这些要吃得好 不懂得节制 不懂得养心 那这种 这个会很容易让身体出问题 所以若只在饮食上讲究养生 会因湿气养心的基础 反而造成身体的损失 而非养生 那我们济佛特别点出 以养生心最好的 是在居家的日常生活当中进行 所以叫做孝顺父母很能养生 尤其孝亲之道 是最好的以养生心灵的方法 你看一位孝子可以得到上天的庇佑 千功有礼 身心平和 灵性康态 健康长寿 所以我们讲说孝爱亲人 这个很重要 不只能够启发自身善良的本质 更能够让身心灵都得到最好的正能量 你看这么好 如果家里还有父母亲可以让我们孝顺 真的要好好把握 你孝顺父母亲 其实自己得到很多的好处 身体健康得到好民生 再来六三 生活正常 讲到生活 习惯要很好 要生活要正常 身体就健康 现在有一些人 尤其年轻人 常常晚上弄到很晚 早上爬不起来睡得很晚 睡到中午 他早餐常常都没吃 然后吃完中餐 然后晚餐呢 就当中餐吃 再吃宵夜 然后宵夜吃完 继续工作 到两三点再睡觉 有点日夜颠倒 其实这个是不好的一种养生 因为生活习惯不好 身体很容易出状况 好 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讲 他说 传统周易讲 伏仪真凶 十年勿用 无忧力 这里的伏仪 它是违背天地运行的 一种方式来养生 违背天地运行是什么意思 因为 一天二十四小时 十二时辰 人的身上气血的运行 是跟着这个走 我们后面会讲 那我们就要跟着这个来养生 就是该吃饭就吃饭 该睡觉睡觉 该休息休息 如果我们违背了 就算坚持坚持的正道 也会有凶险 就是日夜颠倒等等这些不好 然后身体会造成伤害 十年内都不得好转 就是十年勿用 代表他的健康是一点一滴的流失 无忧力 而且无法有长远的利益好处 所以 这种伏仪的意思 就是说 违背常理的养生 通常指的是 不依天地运行的法则来养生 生活的作息 常常是日夜颠倒 甚至沉迷酒色 有些人都利用晚上 出去花天酒地 喜欢去灯红酒粒的地方 运动都整个晚上你想想看 那个对身体伤害有多大呢 年轻人也许一开始没感觉 但是他的健康会一点一点流失 依造成身体的伤害 所以十年勿用到大辈也 因为我们为什么十年不得好转 因为大大的违背天地运行之道的关系 所以这个六三遥为什么是凶 就是因为 他几乎是 不跟天地的运行道理相配合 就是 就是日夜颠倒 好 违背这个身体气血运行的养生 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部分 根据《黄帝内经》里面所说的 他说人的身上的气血的运行 它是有一个规律 就是说跟着一天24小时来转 好 譬如说如果现在是10点多11点 他是来到这里 11点淡这个地方 再来就肝 所以11点到3点这段时间最重要 我们平常这个肝大家都知道 他是解毒嘛 修护嘛 恢复疲劳嘛 他白天的时候啊 气血没有来到这里的时候 因为这是1点到3点 他就像前头那么大 然后来到这里 他就会胀成三倍 因为他气血来到这边 他就会冲血 然后就会变大 然后就开始硬行 帮你修复 恢复疲劳 帮你造血啊等等这些 所以休息的好的人 脸色很好看 红润 这段时间不休息熬夜的人 你看一个人如果熬夜 你看他脸色就知道很难看 脸色苍白嘛 就知道他熬夜 为什么 因为这段时间他没有好好休息 你说气血来到这里的时候 刚好跑去花天酒地 哪还得了啊 对身体伤害是不是很大 那等到过了这个时间 然后你想要把它补回来 你拼命地睡 拼命地睡 可是这个气血没有跟着 来到这里啊 所以很多都累积下来了 你看为什么说早 吃早餐很重要 7点到9点 因为气血来到胃 吸收最好的时候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吃的营养 好 那为什么说到12点多这里 用完餐最好小睡个10分钟 因为他来到心 好 当然这个 这个是我们人 整个气血运行你要配合它的话 那最好就是这段时间稍微小睡片刻 然后呢 你看这个3点到5点 然后5点到7点 尤其5点到7点这里肾脏 对不对 养肾 养肾脏 因为肾脏 不是靠药 有时候不是靠药物 因为你吃药下去 他都要去代谢 反而加重负担 最好是在这个3点到5点 尤其4点半左右喝500cc的水 好 然后呢 到5点的时候 刚好气血来到这里 那 这个时候呢 刚好 这500cc的水 可以 可以 很好的滋养跟清洗 膀胱啊 肾啊 这些 这12时层啊 是老祖宗发明 应该说发现的 人身体就是有一个 运行的气血的 运行的规律 它是跟这个天地运行相符合 所以为什么说如果你从这边飞 搭飞机飞到美国去 会有时差问题 什么叫做时差 因为你身上气血的运行 是台湾的 气在那边它要调 为什么要调 因为当地的12时层跟这边12时层 刚好相反 相差12小时 所以人的身体 它呢 一下子没办法调和 它需要一段时间 一天两天 快则一天两天 慢则三天 它气血会调回来 由此可知 就是人身上有一个气血在运行 是跟着天地运行走 所以要用这样来养生 会最好 这个叫做二六功课 以前彭祖就是听说 彭祖的养生就是这样子 古代很多养生 养生养得很好的人都是根基 用这种方式 养生可以严守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白羊义怎么讲 激公老师说 这个是 值得以行道 必养博学约理人而终 好我们白羊义讲说信与基础 这里的信就是要相信天地运行的法则 来配合它来生活 然后这个叫做信与基础 那养生的目的呢 在得到身心的康态 健康的身心 那得到健康的身心 除了你的生活要正常 还要多培养正能量 就是说值得行道 值得行道就是培养正能量 多做些好事 这样子 那如果没有好的身心灵 心灵是靠正能量 身体就是要配合天地的运行 那正能量跟配合身体 天地的运行这样子来走 来生活 哇那就很好 值得行道 还得要博学约理 得忠行忍这样子 也就是生活体系作息 要配合春夏秋冬 运行的道理来养生这样子 所以这个谣呢 那一开始传统易经告诉我们 不要违背天地运行之道 怕的是那一种日夜颠倒 甚至沉迷久舍 花天久地 通常都在晚上 晚上对身体很伤害 所以十年无用 就说十年好不来喔 所以要重视养生 就是要配合天地运行的法则 不要太晚睡不要熬夜 所以这里叫做性以基础 所以季工老师在这边补充说 配合天地运行的时程来养生 一般人不能配合的原因 就是不相信天地时程 跟身体健康有关联 所以这里才会讲说要相信 要性以基础 那姚池就补充说明讲到 养生的目的不只得到健康的身心 更重要的是善用健康的身心 做有利益值得行道 就是培养正能量 正能量是要去做的 行出来 多做正能量的事 如果没有好的身心灵 就是有正能量 还有生活习惯要好 也难以执行 这也难以执行 所以要做好 好六四如何健康的节制饮食 这也难以执行 好这里再把它颠到回来 因为前面是错误 只重视养生 不重视养心 现在把它颠回来 所以它跟六二的颠移不同 这里就是回到节制饮食 注重精神的一样 所以说急 那怎么做呢 虎视眈眈奇异足足 就是专注在自己的起心动念 一旦有一个食欲的念头起来 就要像老虎在抓猎物一样 虎视眈眈 一有一个那个 满足食欲的欲望出来 就把它抓起来 这样子奇异足足无救 用这种方式来养 培养自己的养生 所以颠于自己丧失光业 也就是说 就是因为从卦象上来看 这个卦它本身 它就是要懂得 控制自己的饮食欲望 以控制自己的饮食欲望 就是像那个老虎在抓 那个虎视眈眈要去抓猎物一样 要抓住自己的欲望 要保持身心的清静 好我们看看 我们摆扬意 尊道众养者为圣 见得思义和太阴 行道之耳 行眼之耳 行眼之耳 就是说要去眼方 都要从近处开始 所以一样身心不可妄动 只从管好自己的起心动念开始 要去眼方 要从近处 那养生就从管 管好自己的起心动念开始的意思 那一步一步来 由近几眼 尊道而行 见得思义 一如虎视眈眈的老虎 在抓自己的起心动念 也就是说 这里要管好自己的起心动念 不要有贪图口腹之意的那一种心念 跑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工老师讲的 所以这个六四窑 颠移就是把它颠回来 变成正确的一种养生 就是养心重于养身体的身 然后精神要手衣清静 不要乱发脾气 要节制饮食 学习灵归的养生 然后用的方法就是虎视眈眈 盯着自己的起心动念的欲望 如果有这种食欲 很强的食欲就要拿抓起来 虎视眈眈这样很有意思 然后行眼自耳就是基工老师教我们的 就是说这种养心 就是从起心动念上来下功夫 那下功夫就像老虎 虎视眈眈一样 要去抓那个大快朵頤的心 一种大快朵頤的念头起来 就把它抓住这样 那不要轻挤妄动 就是从我们的起心动念开始 一步一步有进几眼 将来养身 好 再来六五 六五讲到花挥仁爱符合仁者受 这个就开始讲到养 我们说心灵 这个灵 养我们的灵性是要靠 发挥我们的人爱 大家都听过要身心灵的养护 养身 但是呢 有没有想过 心灵到底怎么养 心跟灵 这个不完全一样 灵是我们的灵性 佛心本性是灵 灵灵明明那个部分 那个部分靠什么来养 靠 靠慈悲爱的那种正能量 那个才是真正 能够养我们的灵性的 所以这样 好 我们先看传统医生怎么讲 它说福经 基增级不可射大传 这里的福经就是说 养生如果违背了天地印行的道理 那就要从基家生活上的手道基镇 基镜来改变 叫做基增级 那不可射水 就是不可行险 不可冒险 冒险的意思是说 像有些人为了 为了生减肥要求一个美 然后就冒险去吃一些减肥药 吃到习肾 就是不可行险 不要去误听那些 人家随便讲的偏方 然后不要去买来入雲云的药 那这个就是不可行险 那同时六五因为是一个领导者 的位置 所以他也要养生也要养贤 除了自己的养生 因为领导者很忙嘛 那自己当然也要养生 但也要懂得养贤 就是培养 培养那个人才 所以基增之极 顺与从上也 就是从生活当中 基增之极从生活当中 顺着天地印行来养生的意思 那这个呢 顺与从上 等于说他是效法天地养生之道来的 那 用这样来养贤义民 也要培养贤德之人 人才 好 好 传统已经好像没有讲得非常清楚的部分 就在 季工老师跟我们解释 就会比较清楚 他说 这个窑的重点在于亲人爱众 好 这四个字 因为六五窑是一个领导者 最好他能够亲人爱众 用这样来养生 高瞻远 行以正义 圣贤成 你看这可以培养圣贤 登高以悲 好 这一个窑的重点 就是那四个字叫做亲人爱众 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要实现养生义贤 就好比登高至悲 从哪边开始 从自己身上开始 身上的人爱去发挥做开始 符合孔子所说的人者兽的道理 所以养贤 它是一个高瞻炎祖的事情 很不简单 一个人会培养人才 那是不容易 所以要行正义来凝集人才 养生义贤 学习圣人的养生 就是什么 亲人爱众 所以六五窑 它是在讲一个领导者的养生 领导者养生 除了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也要懂得养贤 养民 要知人善认 恩责及百姓 所以借着贤人的帮助 一方面养贤 培养人才 二方面有贤人来帮助你 那这样子自己也不会那么累 也可以达到养生的目的 那所以这个养生义贤 就在这个地方 季工老师给我们补充的意思是说 要发挥仁爱 从自己的人爱去发挥 符合仁者受 以仁爱来养民益贤 发挥正能量 而且这个仁爱的正能量是非常强的 用这样来养生 达到养生益贤的目的 这个地方有一个能量量表 心灵能量的量表 这大卫霍星师他们 用科学仪器测出来的 你看这个仁爱 仁爱有500 在这里仁慈跟爱 正常是200 低于50很容易得cancer 什么绝望 放弃 无希望 这样子 真的就很恐怖 然后最高到1000 仁爱发挥出来的正能量很强 用正能量来养我们的心灵 好 最后一个谣 做一个最后的ending 它是告诉我们一个 最好 最有智慧的养生方式 那传统益经是告诉我们说 由于力己 这个力就是锻炼身体的意思 所以在传统益经是补充一个 你也要多运动 要配合筋骨的锻炼 这样子 你不是只有吃 用吃来养生这还不够 要养心 养生 还要锻炼身体 这样子 所以说由于力己 力射大船 有强健的身体 就有利于承担重任跟通过危险 所以由于力己大有庆 这种人以后可以担大任 因为身体强健 很健康 然后必有喜庆 所以传统益经 我们感觉上它 在整个养生 它着重在身跟心 虽然都有 但是灵的部分就很少 所以我们的白羊义 也就是基工老师教我们的 它身心灵的调护养生 最高境界叫做犯爱众以亲人 所以叫做博爱犯众 登义行之 信义礼合同 合人同 这样 所以犯爱众以亲人 这个是基工老师跟我们讲的 最高境界的养生 它里面包括有 养心跟养灵 身心灵都有 所以以仁德来养生养贤 犯爱众而亲人 仁者受 那为什么犯爱众而亲人 是最好的养生 你想想看 因为有爱心 正能量很强 清净仁德之人 就不会交到坏朋友 有些年轻人 交到不好的朋友 变成街头的蛊惑灾 就打勤架的 打勤架 不小心被人家捅了一刀 可能就没命了 报销了 他本来可以活到八九十岁 结果年轻一二十岁就走了 代表他很不会养生 为什么不会养生 因为没有亲近仁德之人 就交到一些不好的朋友 所以犯爱众就是发挥仁爱之心 以亲人 亲人就是当然就是 结交一些仁德之人 交到一些好朋友 这样子呢 也可以多做一些好的事情 用大的正能量来行仁德 这是最佳的养生方式 所以叫做 博爱泛众登义行 自信义礼和人同 人义礼自信 五常德一起发挥出来 其实就是把道 其实就是把道 在自常中当中实践 生活有道 做人有德 也是一种最好的养生 好 所以最佳的养生养贤之道 就是犯爱众以亲人 涵养太和 培养正能量 这基工老师教我们的 好 我们这个卦 到这里呢 做个总结 就是说 传统益经像第一个谣 告诉我们的是 现在人比较常犯的毛病 就是不重视养心 然后喜欢吃大吃大喝 然后以为吃补品 就可以养生 拼命吃好吃的东西 其实是刚好相反 然后六二是颠倒的一种养生观念 以为多吃补品 然后多吃有营养的东西 就可以养生 结果心里呢 常常内心有很多的 负面的想法 负能量很强 其实对身体都很不好 然后六三呢 这个福经 就是跟天地运行道理相违背的 就是说日夜颠倒 花天酒地 那对身体伤害更大 六四呢 颠移就是 六四跟六二呢 虽然都是颠移 但是六四是把它颠倒回来 变成正确的 以养心之道作为养生的为主 所以懂得节制饮食啦 手艺亲近啦 当然是很好的 六五呢 福经就是一个领导者 怎么养生呢 领导者很忙 对不对 那都要多养贤 都培养贤德之人 也很贤 然后把责任交给他 自己就不会那么累 然后上九 由于就是 上九是补了一个锻炼强健体魄 就是养生也要强健的体魄 那我们白羊义呢 在这个地方呢 是比较着重养心跟养灵 心灵的部分 养心就是要人嫌太而无交 然后呢 把身体负能量的东西都不要有 另外呢 养灵 心灵的灵 这个就要多犯爱重而轻忍 多做一些正能量的 多发挥爱心 以慈悲心来对重 然后多护身 不要杀身 多护身 这也是养生 自然合于天地的生生之德 对身心的涵养是最好的状态 好的 我们这个仪卦 我们这样可以发现 配合技工老师的 跟我们的讲解 然后结合传统译经 我觉得这个卦就非常圆满 他就面面都聚到了 不只养生 也养心 也养灵 身心灵都健康 也祝福大家 各位前前大家都身心灵健康